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排位和大家見面的堅仔跟進碼 我是波仔 為什麼畫面沒有畫頭呢? 雖然不是特別帥 但也要打個招呼 程序上 因為拍片的地方 留給家人休息 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找到另一個地方拍 但只能錄到畫面 希望大家見諒 第一次的時間 就要和大家看看星期六的賽事 十場的日馬 究竟波仔哪一隻跟著馬會上陣呢? 現在看到第一個畫面 就是第一場 五班千四米 特別想說兩隻馬 2號的喜愛善和六號的遙力之城 喜愛善 如果大家上一次也有看過節目 又或者有跟波仔的貼士 在下班之前我都已經搏一搏他爛門了 其實騎下去他的位置沒有大錯 但衝來有點內閃 有點難於駕馭 是否波件事不太熟馬性呢? 看回這匹馬進入三甲的時間 咦?好像特別適合老田 需要比星得出色 贏爆鬍 需要頸位比剛剛好 和皮力狂龍 都是田大安 又或者第一次上名 就是梁家俊 是否需要一些硬工騎士幫幫忙呢? 今次就重達這個面孤 CP2 四檔旁邊 在入圍的時間 我們用了三甲篩選功能 都看到他入圍的時間 是帶一些配備 即是初帶這個面孤 也試過脫頭罩 會不會這隻喜愛善 既然是喜歡新鮮感刺激 可能會幫到他 既然上次下班前 24倍 謀門落到13倍 都搏了他 其實都預計了兩柱去搏他 就是 65班 可能會比較熱 但對手相對比較弱 所以分了兩柱的情況下 上次都搏他 今次更加都會撐下他 另外6號是耀力之城 上次是在潘頓跑 跟前一點 會不會這匹馬都稍微留著追 比較好 因為這場馬 除了天天智庫跑第二之外 其他1,3,4,5,6 親愛的都沒什麼走勢 都追得不錯 可能跟前 相對地沒那麼好 即是這匹耀力之城的馬性 天天智庫可以 那會不會他臨地好 和走得順呢 即是每匹馬的馬性不同 可以給他多一點藉口 而在第一場內 順便跑一下馬 我們按一下屋仔 都出回去 橙色HIGH 那3隻馬 我預計他們排中外檔 和跑法都不能夠太過後上 都應該會搶 起外線相對 我想是跟蹤子 他不是特別一隻快腳的馬 競進無敵兩次追得好 都是後上 我估計都會流 即是流出來跑 另外 要力之城 我估計都是中間位 所以26一隊 都應該是一個不錯的位置 真感都應該是後上 沒有理由搶前 即是他介乎在七八位之間 所以整體的圖 畫出來 應該是390這三隻馬 另外267這幾隻馬 都是中至後上 是貼難的 那C加3 如果直到沒有什麼 鴛鴛地 內蘭的 即是鴛鴛地 的話 不利的路段 都很難以內疊走 所以 看看 2-6這隊馬 會不會有機會佔先 如果大家有跟開這個節目 聽科仔講解 尤其是上一次為例 有些跟進馬 抽到一個當位 不是 都沒有辦法 他不能夠改變太多 他的跑法 好像 上一次說的 賢家輝 撿到一個10檔 排位的時候 不知道 配搬頓 不是撿到一個 才放人 如果撿到10檔 可能就撿到10檔 可能就不跑 另外 好像沙漿金剛 八檔 未必好像前兩次 跟進他的時間 那麼好 都是 跟大家說回 第三場 報名表 等這隻馬上王 又是下班 但是 一撿 撿到14檔 沒辦法 逼著要留後來跑 第三場 應該都會有正常的報酬 但是 全程老通 上一次 快放回來 都不太斷 因為 旁邊的幾隻極速之星 亞洲力量 雖然說 升了班 之後再出馬馬 但是 都算是貴內 懂得贏的 五班頂馬 算級數 亞洲力量 旅遊達人 入位 競進天下 我沒有記錯 對 入位 上一次 這隻全程老通 水漲船高 因為 他的位 快跟回來 不太短 走三疊 這隻馬 就可以跟前 雖則 這場的第三場 會有有形有複 又或者 請讓路 都可能會快放 放在前面 但是 上一次 全程老通 已經證明 他可以跟前 回來 不太斷 有些進步 情況下 或者這隻 五歲馬 現在才在低位 反彈都未定 所以 這隻全程老通 我估計 這次還有些賠率 可以去留意一下 對 到了第七場 時間 有很多跟進馬 因為馬名傳了紅色 未知如何去做這個步驟 第三節 可以跟大家說說 2號 進城寶區 其實 前一場跟進他的時間 已經下了一個筆記 就是 不是最佳的路程 分數 也到降班邊緣 下來四班之後 然後馬上跑千四 其實挺合理的 但是 現在倒閉了十二檔 真的 過鬧夜 沒辦法 那 看看 師跑道 能否來喝 蓋一下 因為他比較慢 預計 都要留得比較厚 所以 你說是否重心 暫時 不是 另外 想提到的是 小刺蛋 小刺蛋 就是出自503總場次 503 這場馬 斷速非常慢 所以頭三級馬 111 122 那種 阿周藤王 昨天 在谷草 上1650 贏了馬 還要走外跌 挺厲害 發財秘笈 剛剛在泥地 裡面 也可以跑得到三級 還有其他馬 星雲明雀 在上星期三 在 加利叔叔的跨下 貼了 賺一檔也好 就贏馬 另外 愛馬線 風箏 也上了名 雖然 合火年代 跟健康第一 兩隻就一般 但是 整組都可以 更加厲害 但是 至少 成功率都不差 小刺蛋 就是 當場內 訂出大外碟 還要蝕了個補足 雖然 所以這場馬 就做了跟進馬 這次 檔位內宜 真是馬防 都很久沒贏 應該也要破門局吧 所以這場 第七場 小刺蛋 雖然 可能都是 熱門分子 但是 相信都要把握機會 畢竟 金股齊星 都是一隻 有機會叫飛的馬匹 是熱門來的 但是 如果相對來說 我覺得 可以搏一下小刺蛋 回到第二節 就要回顧一下 昨晚 4月12日 谷草賽事 波仔跟進馬 表現如何 如果有看上一集 我就拿了第一場 來做標題 因為 其他跟進馬 的機會是一般 頭場我先選擇了 這三隻 自然力量 勁區 波爾多 如果 勁區 衝上第二 就非常完美 最後 在第四選中 加上 老程專家 高瞻 遠足 也拍到第二 熱點 不過 3-7 位置 也有過百元 算是不錯 自然力量 贏這場 都非常合理 好像說 會跑王太后 杯 到時 都是輕綁的 有勢力 可不可以 吃著 勇朗 就是捏盡 因為 廢哥 馬扣 相當多 相信 舊馬 用得就用 接著 看 4月12日 第二場 就是這隻 營家輝 我擔心 擔心 檔位 比較下風 所以 沒有選擇 放了一隻 預期會賺 暴促的 果然 守著第二位 回來 沒有拍 雙方 有些 失望 所以 這一場 就 不能夠 先說回 營家輝 營家輝 在 賽前 覺得 下風 這場 可以抹掉 步速 跑尾 左右 所以 電後 應該是 沒什麼用力 和洩步速 所以 如果大家 做筆記 這場 570 賽事 後置 極速滿冠 營家輝 都可以 值得 首先 大家也是 看看可不可以跟前一點 反正 前置 堆馬 就要看下一次有沒有相對的形勢 所以 大家 可以抹下 再接著 看 4月12日 當晚第三場 即是總場次 5-7-1 三張金剛 也不需要再多說 上次 在節目中 怕 白檔會頂取三碟 結果也是 所以 都可以給他一點藉口 再舉個例子 木火同名 今次放好檔位 落到29元 古浪精彩 之前都不經常上名 今次又是一檔 即是 這場馬 就是守著好位 電信飛車 或者沙漿金剛 如果一對馬 跟這個 木火同名 或古浪精彩 調轉檔位 當中 可能入三甲 就是他們 心想事成 就是 把握到 可以貼到難 單騎放零 所以 在刨谷組 1200米的賽事 很多時候 檔位都會 影響到 大致的賽果 在上半場的賽事 大家可以記住 走內檔的馬 相對較好 但是 逐漸逐漸逐漸 跑下去 摊了威兒 直到二島 出去追的馬 是相對較好 而這一晚 第四場 之後 已經是壓地 所以大家都可以 計算一下 這場馬 走外對往沙漿金剛 其實 應該都有少許相食的味道 最後 回到第三節 就是找新的跟進馬 鏡頭 依然是 畫面 擺在第三場的時間 沒錯 這場就選了一批跟進馬 給大家參考一下 嚴格的 都可以說兩隻 不過 主力 就先說這隻電信飛車 剛才在第二節 都略略提及到 很多時候 菊草跑一千千二 始終都有一些 路程的偏差 加上馬匹的實力 比較參差一點 很多馬牌中外檔 不夠快腳 就已經是洩不起了 心想自成 夠快腳 就可以搶到過來 直極 又或者再舉多個軟點的例子 就是精神威 初出跑千二十二檔 波仔當期時間 就是有前速 一搶都賣來的時間 隨時 十二檔變一檔 一檔你選擇樓後 即是古朗精彩 昨天選擇 足後 都可能沒有了這個 趨勢 看看這隻電信飛車 希望它有些用途 昨天的賽事 排著十二檔起步 先放在畫面 起步的時間 這隻綠色仔 黃帽粉紅袖 紅紅色衣服 金黃V那隻 咦? 你這樣打橫掃過去 很快 其實賽前 我自己評他 那個狀態 都是不差的 有很多作戰狀態 最後拍掉那一副 一揮而走 其實已經放在這裏 下去的檔位 影響了他 不然 出閘快 一捉 退下 比對到 嘩! 前面的心想自成 紅帽 搶搶搶搶搶搶搶 這裡拉開 就這樣 眼掃進去 六七個馬位 好了 在這個時間裏 前置馬 然後 果然精彩 在 木火同名 第四位 包辦了三格 其實已經是 霸仗組成 好了 進到直路 現在是中後位置 他沒有飛出去 現在也是馬林 來追 其實他也要修復 多少失地 其實我覺得這場的追勢 比起之前 他跑第三 雪比沙張金剛 雅典武士的時間 是有多少進步 如果他拿回那些賽職 雪比正氣清驅 錢多多 這樣來計算 其實在四班遷移 好像玩那些音樂2 這樣 終於 都應該輪到他有機會 贏了一場 他又不是 完全不會跑 五歲的馬匹 都快要六歲了 我相信 都會有一定的成熟程度 狀態已經來了 我相信 休息一下 三個星期左右 希望 有機會 抽回好檔位之下 去保重 所以現在在 爬中位 大家未試過用 都可以試一下 在這個情況下 他的十二檔 就非常難跑 不利發揮 所以可以下進 跟進 過終點 就是最後一段 的優勢 追得不錯 等待一下 希望這場 不知道會不會減 一分兩分 未必減的情況下 但二分走勢 應該都夠用 我覺得 亦是虧了一些 暴躁形勢 他是 慢暴躁的受害者 所以 都是 虧了 如果 你做好的筆記 開回這個位置 出賽提醒 儲存 那就做好 這隻 電信飛車的筆記 下次 紅字的木火同名 古浪精彩 排回十二檔 或者十一檔 未必虧得起 我還要用力 另外 飛騰追 略都說一下 其實之前已經在千四 一六五零 跑得不錯 縮下來千二 已經不夠快 放到中置位 現在四十一分 究竟會不會跌到五班 跌到五班 一六五零 雀橋飛道 創建群 已經放在前面 也到 飛騰追 放在前面 也有機會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好了 今次三節的節目時間 都來到這裡 再次多謝大家的收看 畫面就可能比較悶 平時轉來轉去 大家不太沉悶 波仔說話也會沉悶 但希望當中的資訊 和論點 可以靈感衝擊 未用過堅仔刨碼 一點都不像 現在你可以刨碼 可以下載到手機平板電腦上 現在已經刨到星期六 所以波仔就馬上要去刨碼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點擊 支持 按讚 按讚 還未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也要訂閱 想知道更多詳情 55361016 這個電話 就可以查詢一下 我們日月連費 按下 如果下載了堅仔 按下這裡 聯絡我們 有YouTube Facebook 我們的網頁也不斷更新 也有很多東西看 裡面有些簡介 打電話 也有更多日月連費 所以 今次轉換一下畫面 希望大家有些新鮮感 下次節目時間 就在下星期 因為這次是星期六 再和大家聊過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